決定最實際 親中班底入青委 親中班底入青委 青年發言受抵制 青年發言受抵制 青年政策要公平 青年政策要公平 米穩建制造花瓶 米穩建制造花瓶 好 那我們現在就接著來 請我們平台成員之一的朋友去做發言 謝謝大家 各位傳媒朋友你們好 我是香港眾志的上委鄭佳朗 香港眾志亦都是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的成員 其實我們同樣都是覺得 青年發展委員會只是一個政治的花瓶 我們見到今次三位自戰入到去的委員 大部分都是建制的背景 入到去其實是很有這個同戰的意味在裏面 也都見到他們是很想去建立一些青年人 去作為他們 即是為他們的政策 去護航的一些代言人 我們絕對不接受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 去主宰我們的青年政策 因為它根本代表不到我們香港人青年的聲音 過去已經有年青的議員被DQ踢來立法會 今次林鄭政府就建立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 就是一個虛解的外表去為自己 做更多這些維吻同戰的工作 所以我們是希望將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 至少第一件事是要做到透明 是必須要讓我們知道 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裏面的討論是甚麼 又或者是出來的具體政策 未來的方針是甚麼 而不能夠只是我站在這個黑箱前面 我們是進入不到這個黑箱裏面 去看到裏面的運作是怎樣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都是要求有一個民選的代表 是能夠去進入這些委員會裏面 甚至一個青年的議會 能夠進入去是讓到不同派別的青年人 都能夠在裏面佔有一席位 是能夠共同決定關於自己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們都是希望呢 是這個這麼多位的委員 這麼多的高官都能夠聽到我們的訴求 而不是在躲在黑箱裏面自己做自己的事 好 那麻煩了 那接下來我們都請年青人去到 評價一下這個青年發展委員會 還有他們怎樣理解現在的青年問題呢 那我們請他們回應一下 喂喂喂 各位傳聞朋友大家好 我是民間青年政策出業平台的成員 Anson 許澤林 那今天這個委員會其實很諷刺 他只是吸納了自己所謂的班底進去 我們看到就是自戰友 那三個位其實都是偏配了給一些所謂的親中班底 最年輕的成員呢 是由一個有具深藍色彩的反戰中青年 是進去的 那早幾天很諷刺的蔡若蓮呢 就在一個辯論比賽裏面就說 現在那些青年呢 為什麼辯論不講一些孔子 韓非子的一些古語呢 那我想回答蔡局長就是說 其實你如果真是熟悉中華文化的 你應該知道孔子有一個很著名的就是 盟為貴 光為輕 社積次戰 那在中華文化 類伯大精深的歷史 孔子都跟你說了人民是先走的 人民的意見是要被吸納的 國家安全是走後的 蔡若蓮局長 副局長 是的 那就麻煩你真是 這麼熱愛中華文化 真是想我們的青年 認識正確的中華文化的話 麻煩你親自實行了 孔子這一句 孟為貴 光為輕 社積次次先 蔡副局長 是的 所以希望接下來是 我們是不同黨派的人 是進到去去做一個 真正的民間青年的諮詢 真正的青年發展委員會 是不再是所謂一黨專政 其實很明顯就是一黨專政 不是艾泯 是絕對在一個青年發展委員會裡面 已經看到一個一黨專政 是的 那多謝各位傳媒 那我最後補充了一句 我希望稍後司長會下來親自接信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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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青年發表了的意見之後 那我見到時間不多 亦都見到其實有青年委員陸續進場 那我見到我身邊就是有 吳芝樂在那裏 那我其實都想邀請她去回應 就是說我們希望要一個是有實權的 有民選成份的青年議會在裏面的 那都真是看一下她成為一個青年委員之後 會不會有些什麽的 怎麽可以提高透明度 怎麽可以提高民主成份呢 那麻煩你 是 各位傳媒大家好 我是民主黨的吳思樂 那今天呢 第一陣青年發展委員會 就會舉行第一次的會議的了 那今次呢 我其實都覺得呢 如果這個會議呢 是可以增加透明度呢 讓青年人 讓公眾呢 多一些機會去直接監察呢 其實呢 對政府的公信力呢 也都會大大提高的 所以其實我都支持呢 可以增加這個透明度的 那另外呢 其實我也支持呢 其實政府呢 是應該考慮呢 增賜這個青年議會的 是由民選出來的青年議會 因為呢 只有這樣呢 其實才可以準確地呢 可以反映到青年人面對的什麽問題 政府可以準確地回應到他們的訴求 可以做到呢 政策是有下以上的 那所以呢 在我的角度來講呢 其實現在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呢 是有它的不足的 那我都希望呢 現在政府呢 是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是可以關注到 其實現在的青年人 是希望可以有一個民選的青年議會 去代表自己發聲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到 我見到政府的代表來到了 那我們呢 都請各位年青人呢 去到一齊呢 接過這封信 那樣就 這封信裏面呢 其實是有了我們的 做了一個 2月到3月呢 其實我們訪問了500位 的年青人呢 就講 就是調查回他們 對於青年發展委員會的權力 組成 職能的期望 也都提到呢 其實他們對於青年議會的看法是什麽 那最後我們會發覺 也都我們做了一次發佈會呢 就是發覺 好像我剛剛所講的 九成的人呢 其實是希望會有 一人一票的選出青年委員 同一時間呢 也都是大家會覺得呢 其實接近超過八成左右呢 都會覺得 其實具實權的民選青年議會呢 是可行 而且是必須進行的 那所以我們都希望呢 其實透過張建宗先生的助理呢 可以將這封信呢 其實值得到去到司長的手上 也都可以希望呢 司長參考了報告之後呢 透過青年發展委員會 可以表達到他對於年青人的一種承認 他對於吸納不同背景 不同政見 不同社經地位的年青人 是可以做出一些轉變 就不只是透過一個假的名義 就是不只是擴大那個自戰計劃 而這個自戰計劃 原來是沒有認受性的 那所以希望呢 司長可以跟與民同行 來做一些改變 包括就是提高透明度 而且也是可以讓年青人去參與會議 同一時間也是提高委員會裡面的民主承販 包括呢 就是開放一個選舉 或者是讓年青人可以參與輪選過程的 那我就交這封信給我們的代表 青年政策要公平 青年政策要公平 米穩建制做花瓶 米穩建制做花瓶 青年政策要到位 青年政策要到位 下方權力最實際 下方權力最實際 我要有票選委員 我要有票選委員 不要建制分餅仔 不要建制分餅仔 青年政策要到位 青年政策要到位 下方權力最實際 下方權力最實際 好 記者朋友都 OK 好 麻煩聲音 那我們今天的請願行動 先到這個時間結束 多謝各位記者朋友出席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來找我 也都可以找回聯絡人上面的電話 好 好